在結束菲律賓行程後的中國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接續抵達泰國訪問 他表示十年前曾經訪問泰國 獲得了很多啟發 國民黨參與選舉也大獲全勝 這回要訪泰 也希望海外黨員共襄勝舉 讓國民黨再次順選 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 結束菲律賓行程後 接著到泰國訪問 參加國民黨黨務座談 聽取黨員建言 並參加國民黨創黨 123週年黨慶大會 對於明年的縣市長等基層選舉 吳敦義表示 將以公平公正的機制推派人選 奠定國民黨基層實力 理拼2020重返執政 在黨的主席8月20號就任以後 我就安排適當的時間 應該多跑跑海外 讓海外的僑胞 愛國家 愛國民黨 愛台灣的人都能夠了解我們國民黨 我們改革的重點 而且希望能夠重返執政的決心 吳敦義回憶起十年前來訪泰國 回台後大受啟發 在國會與總統選舉 贏得空前的盛戰 十年後再度來到泰國 希望獲得泰國黨員加持 我十年前當立委 也是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的時候 我在96年曾經來這裡 然後跑過美國 跑過歐洲 亞洲也跑 所以第二年就獲得非常大的勝利 立法院席次超過八成多 那馬英九總統當選 贏兩百多萬票 我覺得泰國非常熱情 我們僑界很棒 吳敦義接著前往 泰北青來和青脈 探訪當地僑胞 參加黨務座談 並在拜訪完泰國台灣會館後 結束行程返回台灣 台灣宏觀電視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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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